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您好 我是马东宇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如何去分装Cookie的操作 今天呢我们关于Cookie的分装呢 我们一共要去分装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的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要去分装的方法 一共有这么三个 一个呢是SatCookie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用来专门去设置Cookie的 一个呢是GADCookie GADCookie呢是专门去通过键去获取执帐 还有一个是RemoteCookie 专门去删除Cookie 那么首先呢是我们的SatCookie 那么SatCookie呢 它呢是用来设置我们Cookie的一个 函数 那么首先啊 咱们之前的课程呢已经了解到 咱们的Cookie呢 本质上呢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在设置Cookie的时候呢 本质上呢就是在做一个字符串拼接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内幕和value 这两个值是固定的值 所以呢我把这两个参数呢 直接写在前面 但是后面的这几个值 它是可选的 那么既然是可选的 我们不能够把它所有参数呢 全部按顺序挪加在后面 因为这样去设的话 最终呢我们在传入参数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按照顺序去传好多个参数 并且有一些参数它不一定存在 所以呢我可以呢 把后面这些可选项呢 直接通过解构的方式呢 写在后面 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三个参数就直接通过一个对象去传给OK了 然后其中这个Experience 我能给它设一个默认值 或者呢这个地方默认值我们也可以不设 Experience Path 和这个DoMan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想要去设置默认值的话 你可以呢给这个Experience设置一个7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传这个过期时间的话 我认识让它7天后过期 这就OK 那么OK了以后呢 接着我们 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是做这个字幕号拼接 那第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呢将内幕和Value呢 给它拼接上去 那么我们那个内幕和Value呢 它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里面呢可能会出现中文 所以它对于里面可能会出现中文的这种问题呢 我们直接通过两个编码的方法呢 编码和解码的方法去给它进行处理就OK了 我们在这呢 直接给它写一个字幕串 首先先将我们的内幕给它进行编码 编码完之后呢 中间给它写个等于号 然后呢在后面再编码将这个Value给它弄上去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键和值之间呢出现中文 那么它最终呢就会编码去进行存储 那么接下来呢 后面这些部分呢 是我们要去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值呢 好 在这我们做一个判断就是 如果这个Experience存在的话 如果Experience存在的话 我们就把Experience给它拼上去 如果不存在就不拼 那么在这一方拼的时候 为了让这个用户呢 传参更加方便 我们可以呢在这呢 告诉用户 我们的Experience呢 一般情况下 你传入对应的天数就OK了 也就是说你传入一个天数 然后呢我们可以 我们在进行字幕上拼接的时候呢 可以呢将这个天数呢 直接通过我们获取 N加后的这个日期的方法呢 给它转成对应的日期 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说呢 它只需要呢在传参的时候 传入对应的天就OK了 好那么在这我们再做一个 字幕上拼接如果Experience存在的话 我在这一方首先为了分割前面的那个Value 我在前面加一个分号 然后呢在后面直接去写咱们的Experience 等于调用咱们的Up的Audate 然后呢将我们传进来这个Experience作为它写上 就OK了 然后呢接着我们再去判断后面这些参数 我们去判断这个Path是否存在 如果Path存在 我们就把它的路径呢给它拼接上去 好在这呢直接把这个路径给它拼接上去 好那么同样以此类推 如果这个Domate存在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Domate也给它拼接上去 好当然呢后面这几个选项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设置Cookie的时候呢 用的就相当来说比较少了 好最后的一个是我们的安全 它是否存在 如果安全存在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安全的给它设置上去 OK 这呢是关于咱们Cookie中一些可选项的一些处理操作 那么最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在这呢拼接好这个Cookie的字幕串之后呢 我们需要呢将这个Cookie的字幕串呢 直接复制给我们的Domate.cookie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Cookie才算是设置成功 好这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咱们这个Cookie的函数呢 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啊 好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给它呢设置几个键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方去设置超级英雄 好然后呢给它设置一个钢铁侠 然后呢设置它呢7天后过期 然后呢我们再去设置第二个 咱们设置一个DC啊 DC里面呢有咱们的海王 然后呢海王呢我让它一个月后过期 就是30天后过期在这给它传一个30 然后接着再给它传一个值 好我们随便再传一个 你比如说我们传一个神话故事 好我们呢把这个 好孙子库给它写进去 然后呢让它呢60天后过期 最后我们去运行的时候看一下它实际运行的一个效果 好咱们呢把这个控制台打开 首先呢我们这个代码呢并没有报这个语法错误 然后呢我们点到这个存储这个位置 好我们先把这个里面的cookie先重新删掉一下 删掉以后我们再重新让它加载 在这让图器加载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呢 它一共设置了三条cookie 并且呢这三条cookie里面的中文呢 都是编码去存储的 而且我们可以呢很清楚看到 它面的这个过期时间呢就是我们当时设置好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过期时间呢就是我们设置好的过期时间 是30天后 这个呢是7天后 这个是60天后 这是11月19号 这就OK了 那说明咱们设置cookie的这个操作就搞定了 那么设置cookie的这个函数搞定以后呢 最后呢我们可以呢在页面上的将我们设置 至少的cookie呢全部去输出一下 那么在这输出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到里面 cookie去输出 但是注意 这样输出的话 由于咱们当时在存储cookie的时候是编码去存储的 所以在这儿我输出的时候也是编码后的一个字幕串 这个字幕串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去阅读的啊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用一下咱们的解构的这个方法 对于我们当前会有到这个字幕串的去进解构 好那么最后我们去运行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刚刚设置的这三个字端呢就全部取出来了 但这个地方注意 我们当时在当前这个域名下去设置cookie的时候是设置了三条cookie 但是我们在取这个数据的时候呢是一次性将三条数据取出来的 那从这地方咱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取值的时候 如果你想取cookie中的数据 我们是直接将当前域名下所有的cookie取出来的 但是这跟咱们获取cookie的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想要获取cookie的时候呢 我是希望能够传入对应的键获取对应的值 那么接下来关于传入对应的键获取对应的值 我们就必须通过一些字符串的操作去完成我们想要的这个操作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 获取cookie呢我们必须传入对应的键 再把对应的值给它取出来 而且我们每一个cookie它存储的方式呢都是特别有规律的 它都是通过键值对并且呢通过等于号连接 而且每一个键出去之间呢都后面跟一个分号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它到底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在这个方的去分装一个叫做getcookie的方法 在这呢它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就是我们当前要获取的这个键到底是谁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先将我们的cookie取出来 取的时候注意我们要把这个cookie呢给它进行减码取出来 好取出来之后呢接下来第一个步骤 我可以先在整个字幕上查询这个键它是否存在 那么查询键是否存在我可以呢用我们字幕上的方法 叫做index2进行查询好 cookiestream.index2直接把这个内幕给它传进去 插入它第四周圈位置 查出来之后如果我传的是超级英雄它反复的是超的下标 如果我传入的是dc它反复的是d的下标 如果我传的是神话它传的是神的下标 好那这个地方搞定以后啊 当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啊 我们在查英雄的时候 他查成这样的英雄而不带后面 我们可以呢直接在这个内幕的后面加一个等于号 这样的话我们在查的时候 他查的其实是这个键等于是否存在 但是呢有可能不存在 所以在这我们还得做一个判断就是如果当下start等于-1的话 我们就return up到它不存在 否则的话说明这个键绝对存在 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呢去查询 从当前这个start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呢遇到的第一个分号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通过我们的index2方法呢 我们去进行查询 我们要查询第一个分号出现的位置 并且是从start开始第一个分号出现的位置 但是注意第一个键它后面有分号 第二个键后面有分号 但是最后一个没有分号 那么如果我们最后查询到暗的它等于-1的话 说明它最后呢是最后一个键绝对 我们就直接将这个结束位置等于我当前整个字幕上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孙悟空的空字在往后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我们键开始的位置和结束的位置就全部找到 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地方进行这个字幕上提取 将我们的键绝对给它提取出来 它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cubus string 调用咱们的subs string方法 然后呢传入start 传入and就将这个键绝对取出来 当然呢我们在这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键绝去输出一下 看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在这我们去调用一下咱们的get group 你比如说我们先传入几个值 传入咱们的超级英雄 好然后呢传入咱们的dc 传入咱们的神话 最终呢我们去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呢传入超级英雄之后 它把超级英雄的键绝对取出来了 后面这两个也是将它对应的键绝对取出来了 那么最后我们想拿到等于后后面的这个键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直接做一个字符串分割就可以 好在这一方呢直接将这个字符串的进行字符串分割 通过咱们的等于号分割 分割完之后呢将分割完的下标唯一的这个元素 最终返回就可以了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去调用一下我们 getcookie它调用的返回值啊 看一下最终是否符合要求 好最后我们重新把这个程序呢运行一下 那么你会发现呢 当我传入超级英雄它返回钢铁侠 传入dc返回海王 传入神话返回宋空 我们就通过键获取了我们想要的值 这也是我们的getcookie 那么这个getcookie呢做的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字符串操作 最后呢我们来实现一下删除cookie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呢要去分装一个叫做remotecookie的方法 那么同样 这个remotecookie的方法呢它呢 传入name之后呢我可以根据这个name去删除这个cookie 而删除cookie的原理呢是将我们cookie的时间呢设成过去时间 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去进行清理 那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重新设置 doctorcookie上的其中某一值 但注意我们在这传餐的时候一般传的是中文 但是我们在设置cookie的时候要变成编码去存储它 所以在这呢我们要用一下咱们的编码方法 在重新设置这条cookie的时候呢先将这个名字给它进行编码 编码完之后后面直接给它拼一个等约号 等约号后面它已经要被删了 所以它原来叫什么值已经不重要了 我在这呢就直接给它拼一个空字无串上去就ok了 好注意这个等于号和分号中间有个空字无串 最后给它设上experience等于我给它拼上个new date传个0 也就是1970年它就删除掉 这是咱们的删除cookie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在当天面上给它一个按钮 我们想让它点击按钮的时候呢 再去将这条cookie给它删除掉 我们来看能不能完成我们想要的效果 在这呢先将这个按钮给它汇取到 好汇取到按钮之后 我们给按钮签线点击时间 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呢去删除其中 我们想删除了一条cookie 那么在这儿调用removecookie 你比如说我想把这个超级英雄给它删除掉 好最后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重新把这个页面刷新一下 首先我们当前页面上的这三条cookie它都是存在的 然后呢当我点击删除cookie按钮的时候 我们其中有一条cookie删除了 那么删除的就是我们刚刚的神话 这就是删除cookie 这就是删除cookie 那么这三个方法分装完毕之后呢 以后啊如果我们想去使用cookie去进行任何操作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关于cookie的三个方法呢 全部给它放在一个叫做cookie.js的函数里 cookie.js的一个js文件里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使用cookie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三个方法 这个cookie.js给它引进去 然后呢去调用对应的cookie函数就行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的这个cookie函数分装的时候 是按照三个函数所分装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cookie的时候 所以我们得记三个方法 那么不太好 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我希望把三个方法直接合并成一个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再次去分装这个函数 就让这三个函数直接合并成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呢只需要记一个方法 就可以完成我们cookie的三个操作 但是注意我们在用一个方法实现三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必须呢能够让这一个方法能够识别我到底要哪种功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让它识别我用什么功能呢 我可以呢通过什么来识别呢通过这个我传入参数的数量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去设置cookie 那么我们设置cookie呢一般情况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我们直接的去传这个name和value 也就是不给它设置过去时间 那么这是传两个参数的时候 那么第二种呢是我除了name和value之外呢 我还想给它设一些这个其他的可选项 这样的话会传三个参数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这两种情况它是设置cookie 那么我们想要获取cookie的话 那就简单了我们直接传一个name进去 它就可以获取cookie 那么最后的这个删除cookie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我们可以呢在这地方呢调用dollarcookie 然后呢让它传入这个键以后 第二个参数让它传成na 那这句话呢代表我们想去删除cookie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根据我传入参数的数量不同 和传入参数的数据类型不同 去区分我到底要使用它的每种功能 那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做呢 按照咱们刚刚的这个思路 我们现在呢要去设置这个方法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去设 好首先呢把我们的cookie.js给它引进了 引进来之后我们要通过这个cookie.js 已经分装好的这个参数方法呢 将这三个方法呢合成一个 好那么在这我们分装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一个综合性的方法 注意这三个方法里面只有一个参数它是确定的 就是内 那么我就只给它写个内容就ok了 剩下的这两个参数它都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就不给它写了 那么不给它写 但是我想或者这个方法呢 我可以呢通过咱们函数的一个方法叫做arguments 这个arguments可以存储我传入的所有的食参 那么我们可以呢直接通过arguments 或者它其他可能传入的参数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去判断 传入参数的个数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判断传入参数个数 可以呢直接通过arguments 去判断 判断一共有三种情况 case1 case2和case3 好这是它的三种情况 好但是这个地方呢 那我呢就写的简略一点啊 我就直接给它写成case1 case2和default就行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 大家在自己写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default呢变成报错 因为我们有可能传出这个参数呢 四个或者五个这样的话它是错的 但我这让它节省一点 我就直接写default就ok了 如果我传的是一个参数 我想去获取coupé 那么直接dollar 不对直接getcoupé 掉我们已经分手上getcoupé 将这个内容给它传进去 最终把这个函数它掉的结果返回就ok了 那么当它的参数是两个的时候 注意 如果我第二个参数传出是对应的值 那么它是设置coupé 如果第二个参数传出是not 那么它是删除coupé 如果等于not 如果等于not 说明我要删除coupé 那么在这我就调用remotecoupé 将这个内容传进去删除就ok了 否则的话说明我要设置coupé 那么在这我就调用我们的setcoupé 首先将内容传进去 第二个呢我们将arguments1给它传进去 大家注意 咱们当时在设置setcoupé的时候呢 它这第三个参数是一个结构形式 它是必须要去传一个对象进去 但是现在你没对象的话 它里面这些值就没法去设 没有关系 我在这可以给它传一个空对象进去 就是说我不给它设置值 但是呢第三个参数的位置必须站着 要不然它会报错 因为它必须有第三个参数 但第三个参数里面有没有属性是我们可选的 这个地方做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 这是两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 如果是三个参数的话 在这就很简单 设置coupé 第三个参数是我们arguments下标2的元素 这样的话 我们呢在这个方法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可以同时实现三个功能 你比如说我们还是使用这个方法 我们在这一方呢先去给它设置coupé 好我要设置coupé 还是我们刚刚那三个数据 超级英雄 钢铁侠 好我在这呢不给它设置过去时间 也就是让它当前绘画就结束了 第二个我们来设置dc 然后呢蝙蝠侠 然后呢给它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它的过期时间是7天后 第三个我们设置一个神话 我们来这个猪八戟 好然后呢让它30天后过期 那么这三个参数呢我们就设置好了 设置好以后我们在这方去获取下值 获取值的时候呢在这方是通过$coupé去获取 并且它这方只传一个值进去 这是获取 看这是它第二个功能 好那么同样呢dc也给它扔进去 神话也给它扔进去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删除了 那么在这把这个按钮烤过来 把这个温度表unload也烤过来 好在这我们去给它设置一个按钮 8等于8等1删除coupé 好但这个地方呢我们调用的方法 就不是removecoupé了 而是dollarcoupé方法 传入超级英雄之后呢 后面把这个none给它传进去 那么同样的我把这个超级英雄删掉以后呢 在这再去获取一次这个超级英雄 最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程序呢 在我们的服务器下去加载一下 最终的我们来看它实际运行的一个效果 重新去加载一下数据 首先第一个我在这里一共设置了三条数据 钢铁侠蝙蝙蝠和猪八戒的全部设置进去了 然后如果我在这要删除coupé的时候 那么确实这条coupé删除 并且我把这条coupé删除掉之后 我再去获取的时候 它返回的只是none 这就是我们把三个函数直接分装成了一个函数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直接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操作 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分装好的函数呢 一次性给它剪辑掉 放在我们的coupé.js里面 那么以后大家想要去用我们coupé相关操作的时候呢 你用咱们原来分装好的setcoupé getcoupé removecoupé也能够实现 你用咱们最后分装好的一个函数dollarcoupé也可以实现 最终都可以完成大家想要的效果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马龙玉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